一系爆红的法拉利姐张挺挺她瞬间成为话题人物 甚至还被爆料是变性人 虽然张挺挺呢每次一听到这个就会矢口否认还暴怒 但是根据时报周刊的最新调查 张挺挺是老邻居口中的阿易 她本名是张俊逸 大约在13年前跟一名大陆女子结婚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太太两年前带着10岁儿子回大陆去了 而这一年呢 他们口中的阿易突然变成了张挺挺 让许多邻居非常惊吓也非常傻眼